末世战神一朝穿越成为娱乐圈人人喊打的黑亮女星 从此化身干犯女王 拳打小流氓脚踢八卦狗仔 还顺手救下了影帝薄一百 宫九本是末世饥荒年间的战神 靠一身功绩成为帝国铁骑的首作 却不料遭小人暗算 再一睁眼就到了2025年被一群小流氓打倒 打架从未输过的宫九怎受得了这样的侮辱 听着几人对他的无言慧语 宫九黑着脸起身 光头只是拨个电话的功夫 回头就看见自己两个小弟被打倒在地 光头气愤不已 这个女人心眼子太多 还敢装死骗他们几个 抄起地上的钢筋就朝宫九打去 可气势汹汹的他还没能进宫九的身 就被一脚踹飞 从墙上滑落的瞬间满脑子都是不敢置信 怎么会变成这样 光头忍不住后悔自己太贪心 认真完成金主的任务 拍了果照就左右哪有后面这些事情 妈 我被绑架了 他们跟我要一千五百万 你们不能 宫九的话还没说完 亲妈就破口大骂 绑架 你这瘟神 我警告你别打扰我现在的生活 否则我不只让你滚出娱乐圈这么简单 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宫九忍着伤心给自己所谓的好朋友们一打过去 却不料挨个背剧 哭得梨花带雨的美人丝毫没有引起几人的疼惜 反而一把将他的手机拍落在地 嫌弃他一个女明星居然没有money 得不到钱的他们动了歪心思 抵死不从的宫九伤了他的命根子 给自己换来一个逃跑的机会 却因自己武力之不够很快被制服 被激怒的小流氓下手没了分寸 一棍子让他见了阎王 女人手握钢筋眨眼间 闪现被他一脚踢到墙上的光头身边 刚刚是你 打得我 就在他的钢筋狠狠插下之际 突然掉落的手机使他改变了主意 慌得一声钢筋嵌入水泥地 能量的智能手机 女人仔细看了眼上面的时间才敢确定 2025年6月7号 这是末世降临前的时代 女人脸上的呆萌被笑容取代 我穿越了 我说我堂堂帝国女战神 怎么突然被一群小罗罗欺负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光头男被女人吓得瑟瑟发光 尤其是他勾起嘴角的那一刻 光头男觉得自己命不久 冷汗蹭蹭地他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女人 只见他毫无征兆地笑出了声 抬手捋了个大背头微笑着冲自己开口 你只要知道 法律救了你的狗命 这时代帝国杀人还违法 光头男惊叉间感觉额头一疼就失去了意识 女人缓缓起身一步步向外走去 我公九 生于末世饥荒年间 一身功继成就战神之名 成为帝国铁骑首座 可再厉害 暗箭难防 肉身已死 没想到又奇迹端复活在末世前的年代 也就是说 我这具身体是你的 与这具同名同姓的身体记忆融合 公九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有什么事能比再活一次更幸运 看来咱俩都不算命好 虽然不知道你过去得罪了谁 但既然我来了 这些债 我替你讨 剩下的人生 我会替你好好活 也替自己活 呵呵 就这个时代的小喽啰 放马过来好了 公九满怀期待地将衣服往肩上一甩 本末世战神帝国铁骑公九 无数次征战沙场令人闻风丧感 本战神只要 他的豪言壮语还未说完 就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 瞬间气场全无 女人照着眼前人的胸口坑吃就是一口 不是因为男人长得太过英俊 只因为他胸口长得像一块鸡胸肉 女人名叫公九本是末世的首席战神 一朝被人暗算穿越到了娱乐圈黑亮女星公九身上 刚抱负完欺负他的小喽啰就被一辆飞车吸引 轰隆一声巨响撞在了树叉上 薄一白只是对经纪人准备的饭菜不感兴趣 就被私生犯罪地拐进了岔路 车子撞上树叉的一瞬 薄一白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好了 我今天会 死在这里吗 薄一白即将失去意识 连救护车都等不及 好人公九一把扯掉车门爬了进去 伤到动脉却受害来得及 遇到我算你走运 别怕 你今天死不了 薄一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睁开眼睛 看到是那个想沧他红毯却未出席的黑亮女星 才脱离昏迷 公九双手不在胸口 浴光缓缓渗入 伤口已不可思议的速度愈合 公九很是庆幸自己的异能还在 作为一个漠视人 他处理过太多这种致命的伤 只是这具身体虚弱地快顶不住 二十分钟后沉睡的薄一白睁眼 发现胸口的疼痛消失 被一颗毛茸茸的脑袋代替 公九 是他救了我 薄一白还来不及感激 就听到公九在南的却听不清 还不等他想明白整件事情 胸口再次传来巨头 他 他在吃我 公九教训完小喽啰就已经饿得发慌 耗尽心血救了薄一白直接昏迷 梦里的他四处找寻却连难吃的营养剂都没有 我再也不嫌营养剂难吃了 什么都行 给我吃点 从不尽美色的高冷影帝 锁骨上居然有两排整齐的牙印 经纪人觉得不可思议 主动倒贴的人那么多 从没见过这位大爷对谁有过好脸色 薄一白脑子里闪现公九 把他当鸡胸肉啃的画面 小猎犬三个字在他脑海盘旋 呵呵个屁 你这笑容不对劲 经纪人被薄一白的笑容刺激 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你果然有女文 为什么不及时和经纪人抱贝 十分担心明天影响拍摄进度的他 想要立刻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 薄一白一手捂住经纪人的丑脸 帅哥的事 别管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医院 经纪人嗷嗷之叫的表示 这就去看看 满院子的记者堵住了去物 要是让他们知道公九也在这家医院 那就完了 打算带着薄一白尽快开溜 可这祖宗却朝反方向走去 你不会要去找公九吧 现在外面全是记者 你认真的 薄一白甩胎啰嗦的经纪人 公九救了我们 我要去看看他的情况 你先去应付记者吧 经纪人盯着薄一白的背影下的失去了人形 却并未换来薄一白的一丝怜悯 还没进门就听到兰姐的喋喋不休 他气公九好好的颁奖典礼不去 还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 没破相已经是万幸 好在还意外帮了一把薄影帝 以后在娱乐圈的日子不至于太难 公九本人对这些毫不在意 吃光的餐盘往前一递 再来一份 这实在是太好吃了 兰姐看着旁边数不清的餐盘有点怀疑 不愧是被网爆出了精神疾病吧 影帝以为对方消想他的身体 却不知人家只对干饭感兴趣 在末时吃惯了营养剂的女战神 觉得手里的西兰花都眉清目秀得很 一连吃了几大盆还要再来一份 经纪人急得直跳脚 都快被血藏了还这么淡定 公九嚼着最后一口米悠然开口 她很着急 但不妨碍再来一份 兰姐怀疑这丫头被网爆出了精神疾病不敢大意 递给她满满一盘饭菜 让公九心里不痛快别憋着 这样的表现太过吓人 有犯就是娘 公九表示很开心 她没有事情 却不知她大快朵頤的样子 被门外的薄一白看去 将口水咽下才敲门进去 兰姐惊讶不已 有生之年居然可以见到活的影帝 薄一白目光远远 盯着公九道谢的样子 击中了兰姐的心 没想到那高领之花一端的薄天神 居然会亲自下凡来找公九道谢 可当事人却毫无波澜 说了句不客气就想接着干饭 如果不是要在薄一白面前维持形象 兰姐早就上去揪着不知好歹的丫头的耳朵 博神是可以这么随意回复的人吗 不过 我眼花了 这 简直跟那个阿多尼斯对上美杜莎一样 公九气场居然能和博神不相上下 盯着薄一白 公九眼神毫无波澜 但心里却忍不住惋惜 像这种漂亮小白领 要是在末世一定活得很艰难 薄一白不知自己被鄙视 总觉得公九手里的鸡腿很香 要不是理智尚存 很想上前咬一口 为了报答你 你可以随意对我替条件 我都会尽力满足 可公九打凉的目光 让薄一白心里发慌 在他开口之前赶忙补充 不包括肉肠 影帝被黑亮女星救下想要报答 可他打凉的目光让影帝害怕 难道是想让自己肉肠 达咩 这绝对不行 公九非常明示力 比起肉肠 他更愿意要能吃到嘴里的东西 听到他要薄一白报销一个月的饭费 一旁的蓝姐惊掉了下巴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在侮辱我博神了 薄一白目光落在吃完的餐盘上 原来是个大卫王 薄一白嘴唇清洗答应 为了方便转账 还加了公九的微信 你这人真不错 公九给薄一白发了好人卡 蓝姐却被羡慕坏 这就能把博神的联系方式加 他都不知道 公九是真蠢还是大聪明 聪明的话也不会只要一个月的饭钱 蠢的话还要到了影帝的微信 薄一白看到公九的二哈 觉得实在形象 想到锁骨的牙印 顺手就把小猎犬背住 公九的脑袋突然凑近 薄一白条件反射将手机摁面 公九啥都没发现 只好直言 问薄一白 因侧侧的笑容是为哪般 公九群寻的目光 让堂堂影帝不自在叠开 露出了胸口的荧光点点 公九观察半傻 你那里恢复得不错 应该痊愈了吧 不枉我耗费那么多气血就你 说着还上手摸了一把 乍毛的除了薄一白还有蓝姐 天 公九你疯了 住手 你这事在是谁 可他还没来得及阻止 闻就被大力推开把里面的蓝姐吓坏 放在影帝胸口的手还没一开 就被突然闯入的狗仔拍 在直播间嘲讽全开 黑料女星棒上粗大头 传闻中不尽女色的薄影帝势力人设 直播间人气迅速飙升 纷纷来围观薄影帝和他的小娇妻 轻易水地让公九远离他们的大影帝 狗仔总想把事情闹大 在直播间现场科普公九的黑料 说他这么长时间都有事无恐 全靠金主薄影帝支撑 直播间弹幕狂刷对公九的憎恨 只有一条弹幕十分清奇 你们没人觉得他俩颜值挺大 见薄一白站起都以为他要澄清这是场误会 却不料他将矛头对准狗仔 问狗仔是什么人 狗仔骄傲的自爆家门 说他不是狗仔是记者 可记者也不能私闯别人病房 薄一白刚要开口就被公九阻止 说这点小事就不劳反薄老师 薄一白从未想过 会被比自己矮一头的女孩倒在身后 却不知人家是把他当长期饭票保护 心里默念不能给金主爸爸惹麻烦 却被狗仔的举动惹怒 蓝姐只是想阻止狗仔继续拍摄 就被用力推倒 蓝姐失去平衡 只能闭上眼睛等待疼痛的起来 却不料被一只手稳稳地接住 睁眼就看到公九那张漂亮到妖艳的脸庞 漂亮到有些怀疑眼前这人是不是公九 虽然早就知道公九的长相 是无可挑剔的漂亮 但总是微微懦懦的一副小菜机的形象 可眼前这人却从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他真的是公九吗 没了阻碍的狗仔对着病房就是一通拍 尤其是拍到病房里的饭和菜 嘲讽公九的食量堪称饭桶 这妥妥的粗张浪费 哪有女明星食量这么大 对吧 他还在寻求直播间粉丝的认同 抓着自拍感的手就被公九擎住 只听咔嚓一声 整个胳膊都脱臼 女明星对影帝动手动脚被直播 当事人不嫌是大还将狗仔胳膊搞脱臼 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嘲讽公九立饭桶人设 这么多饭菜一定会被浪费 这会在公九的铁掌下嗷嗷直叫 还有点害怕 为什么他看起来毫不费力 但我感觉我这个手臂都快被他拔了下来 疼得我想死的不行 狗仔无意间对上公九的眼睛 被吓得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说我铺张浪费 是哪家坏小孩把菜盆子打翻了 狗仔一门心思求老把金主过 是有人买通我来飞你 这是跟我没关系 察觉到公九一松手 狗仔既吃不计打 一边往外跑一边寻求保护 救命 明星打人了 可还没跑出门口就被薄一白拦住 麻烦 薄老师 让 让一下 狗仔一句话说得结结巴巴 对上薄一白的审判之眼 他已经想到一会儿会死得有多难堪 假冒记者 擅闯女性病房 擅自直播 侵犯隐私 不予伤害 收钱造谣诬陷 我已报警 警察来了再走吧 正面对上审判之眼的狗仔 羞耻家心虚让他的脸红得像个猴皮皮 但想到自己的结局 硬着头皮让薄一白拿出证据 可下一秒 他就后悔这个决定 当薄一白将刚才他承认 自己被收买来 黑公九的录音 放出的一瞬斗大的汗珠往下落 这 这不算 我是被迫 是公九先打人 把我手臂都弄脱救了 狗仔将手臂放在镜头前 让粉丝都能看清公九的恶行 公九非但不怕 还帮他把镜头推进 不禁女色的影帝 锁骨多了一圈小巧的牙印 这是他被黑料女星相救的证据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影帝让公九条件随便提 除了肉肠都行 公九很是大体 毕竟除了干饭 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听到只让他管一个月的饭 影帝不断答应 公九对此很是满意 上手检查影帝伤口有没有痊愈 好小不巧被狗仔直播出去 再次被网爆的公九毫不在意 就怕金主爸爸生气 主动请因制服了狗仔 却被倒打一趴 刚获得自由的狗仔就想再抹黑公九一把 被影帝的审判之言紧盯还拿出了证据 狗仔无奈卖惨 跟粉丝告状公九把他胳膊搞坏 公九非但不害怕 还帮着狗仔举进了手机 弹幕轻易色刷着好手 狗仔觉得莫名其妙 反复检查胳膊却发现没有一点伤 左看公九神情淡然 右看影帝一脸严肃 狗仔一个都惹不起 灰溜溜地跑开又觉得没面子 你们走个瞧 公九作为末世战神 影帝的变化他最为理论 那样具有杀伤力的眼神 是传说中的审判之眼无疑 狗仔都被吓跑了 可当影帝再次转过身 眼神又恢复之前的模样 公九觉得好神奇 两人相视一笑 背景因是蓝姐的咆哮 自家一人真的不省心 这两天总给他搞事情 可公九对此冲而不闻 满心满眼都是洒落一地的饭菜 这也太过可惜 影帝盯着公九委屈的背影 刚才狗仔的惨叫不像是装的 怎么可能事后毫无痕迹 尤其是想到自己受伤的心脏 在顷刻间痊愈 影帝对公九更加好奇 这是他的经纪人哭着推门进来 我的宝祖宫 说不让你探视 你非要来探视 你俩已经高挂热搜了 黑料女星和影帝高挂热搜 却拒绝了影帝的友好帮助 转头就把吃了饭的截图 发给影帝 影帝非但没生气 反而笑得温柔 76块三有零有整个转过去 影帝觉得这个女人很有趣 救了她的性命 不要钱不要色 就要她报销一个月饭费 还不胡吃海塞 把她的存款花光 仔细端向着公九打卡的图片 肚子咕噜噜的就叫出了声 一旁的经纪人惊讶不已 一向有厌食症的人 居然也灰恶出声 激动地问她 额干牛排要不要来两斤 影帝薄纯亲戚 叉烧爆来一份 收到转账的公九很开心 跟着蓝姐就进组面试 不关心咖位 不关心片酬 就想知道这剧组管不管何犯 蓝姐气得破口大骂 质问公九是不是走鬼门关大门脑 被加坏 以前也没见她胃口这么大 公九一撩头发魅力散发 是啊 经历生死后看开了 人生在世 吃喝才是头号大事 反正我代谢快 吃不胖 这话像是万箭齐发 刺穿了蓝姐肚子上的双腾游泳圈 拉仇恨是吧 总之你等会好好表现 公九眼神突然变得坚定 蓝姐以为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 很是赞赏让她继续保持下去 却不知公九是看到了剧组的餐车 才坚定了她留下来的决心 女孩被男人从高楼推下 看到这一幕的公九 掉动全身肌肉 急步跑了过去 做了最帅的姿势准备接人 却发现女孩掉在了安全气囊上 公九一脸猛逼 随后轻笑出声 她在想点什么 这里早已不是危机四伏的末世 她也不是需要保护平民的末世战神 掉在安全气囊里的桑田眼泪汪汪 对于有恐高症的她来说 这实在太可怕 可还不容她缓个神 就被一个工作人员喷 姜瑞则仗着她歌式富豪在剧组红行霸道 连国民闺女都不放在眼里 你在磨叽什么呢 这次总算赶到了 安全动作记得倒是挺好 但又忘记表演动作 一会儿要重拍 快点下来 桑田拍开她递过来的手 狠狠瞪了她一眼起身离开 姜瑞则委屈得不行 好心服她还被她怨恨 可转头就发现 桑田对公九感动的眼泪汪汪 明明两人说的话意思差不多 她干嘛给别人道谢 给自己甩脸 你刚刚落地动作不错 有很好的保护到自己 有什么可怕的 保护动作做好 就不会摔 你就是牵练 姜瑞则觉得女人很难懂 转头就和影帝吐槽她哥脑子进了水 非要把她塞到剧组里打工 影帝狗在明面上 好 已经跟你二哥说了 你觉得她脑子进水 她应该会尽快反省 另一边终于轮到公九试镜 在听到需要她攀上三楼高的外墙后 表示没有问题 并拒绝了剧组的保护措施 徒手很难骂 末世战神穿越成黑亮女星 为了免费的和饭镜组拍戏豁出命 三层高的楼徒手攀爬 还不带户具 导演以为公九恐高不敢上去 男一号齐磊紧盯着公九的大长腿 一边削响一边贬低 说公九是被金主爸爸训完坏 连脑子都不正常 桑田怒骂齐磊有病 这样说一个女孩子不合适 蓝姐却让公九宽宽心 齐磊他们可得罪不起 就当他是放了一个屁 洋洋得意的齐磊突然对上了公九的视线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一旁的将瑞泽察觉一股杀气 这股杀气他好像只有在军队里看到 公九一个女演员有这样的气势实在奇怪 被一个眼神吓坏的齐磊觉得丢愤 怒骂公九不知几经几两 居然敢瞪他这个全剧组最大的卡 监控器后的导演忧伤的李梅 再次后悔没拉到大投资 否则绝对不会找出了名男相处的齐磊来掩男一号 没得到公九下跪道歉的齐磊还在叫嚣 拉近你 你倒是徒手上一个给我看看 公九心中冷哼 摆好姿势就准备助跑 手腕却被桑田一把拉住 让他别跟齐磊一般见识 不穿威亚真的很危险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那可是三楼啊 可以帮我拿下外套吗 公九笑得让桑田眼花缭乱 不自觉遵从 等反应过来时 公九一个启悦已经爬上了三楼 当他站在楼顶的那一刻 刚才还叫得很凶的齐磊 更是震惊到齐磊致敬 公九与其亲密 哎 那边那位 徒手 很难吗 光速打脸的齐磊会溜溜地离开 将瑞泽下意识地将公九的照片拍下 发给了薄一白 娱乐圈还有这号人物 我今天长见识了 公九表示这都是机操 淡定地接过桑田手里的衣服 问导演 事情OK吗 很满意的导演端起了架子 武戏马马虎虎吧 文戏怎么样还得看尽组后的表现 兰姐文言激动不已 这是过了呀 公九肉眼可见的兴奋 邀请贴过来表示 友好的桑田一起去领盒饭 桑田一愣 原来你是饿了呀 我给你推荐个管子 公九不乏坚定地走向巨嘴餐车 这是他卖力禁赌的究竟目的 怎么会放过 但这个巨赌太不仁性化 一人只放一份饭 他一整天可就盼着这顿 公九即将暴走 打晕他直接抢 在末世都是要靠抢的 可这是法治社会 大爷也没做错什么 公九为了干饭在天人交战 再次出现的桑田 以为他被齐磊恶心的不高兴 刚刚他生气走掉的样子 真不够男人 不过公九你为什么伸手这么好 那可是三楼你上得好轻松 还很优美 公九无奈回应 说他练过跑酷而已 忽然一阵饭香吸引了公九的注意 江瑞泽说这是他的豪华午餐 桑田却怀疑江瑞泽的动机 无视献殷勤飞奸击 国民影帝第一次对自己的帅气产生怀疑 救命恩人宁愿让他当饭票 也不愿意让他以身相许 这让影帝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直到这天公九发来讨债的信息 公九吃饭的样子让影帝尸指大动 连多年的厌食症都治好了 一直等着公九发午饭的照片下饭的影帝 却在好机友江瑞泽的手机里看到公九的照片 在空中翻飞的他英姿飒爽 影帝长按保存了照片 所以才需要吃那么多吗 江瑞泽得知他看好的跑步天才是影帝的救命恩人 立马动了把他挖到自己俱乐部的念头 影帝毫不客气吩咐江瑞泽买些午餐送过去 剧组伙食不好而且定量 别让恩人饿肚子 一旁的经纪人很疑惑 影帝在说谁饭量大 还露出这种温柔到几乎宠义的笑容 想起上次影帝说小猎犬在他胸口咬了牙印 认定影帝养的是条狗 毕竟影帝这种人 比起养女人 养狗才说得通 江瑞泽推着一大车豪华午餐出现 公九虽然很喜欢但还是忍住没动 桑田说得对 无视献鹰情非奸即到 江瑞泽说不定就是齐磊带着镜组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要跟九姐聊什么 先跟我聊 江瑞泽觉得桑田很讨厌 干嘛总跟自己作对 我就是想问公九 有没有兴趣参加灵霄俱乐部的攀岩活动 哪有你想的那么坏 桑田觉得不可置信 满脸写着坏的江瑞泽就问这点事 至于买这么大衣桌饭菜做饮子 江瑞泽却说这不是一码事 我这是受某人嘱咐 特地给他恩人准备的家餐 公九耳朵一动 明白了午餐的来源 绕过两个吵架的小学鸡 把照片拍给了影帝 得到肯定的答案不客气地开动了起来 公九觉得自己的饭票十分靠谱 不吃饱这句身体根本不够自己折腾 刚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就见齐磊被众星捧约地走了进来 几人狗腿的模样 刷新了公九的下线 哟 你也在 你似乎有两下子 本男主亲自跟你对个戏吧 齐磊记仇且八道是出了名 已经有好几个武行演员 被他在对戏时不易打伤 上午公九徒手上三楼打了他的脸 这是来找场合 却不料公九并不揭察 不嫌不淡地问他可不可以拒绝 傻 我跟你对戏时给你脸 咱们可都是职业演员 陈导的戏从不用替身 怎样公九 本男主陪你对戏 你没理由拒绝 公九讥笑 行 我陪你玩玩 齐磊以为胜券在握 开始前还调戏公九两句 你把招式记熟了 别到时候接不住 怪我下手太重 齐磊的狗腿子也急忙硬核 都笑得像二百斤的傻 人家可是女孩子 老大可不能太严厉 免得说我们欺负女人 齐磊不屑一步 女人了不起 接了这部戏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末世女战神穿越成人人喊打的黑掉女星 却被武打明星大林 公九徒手爬三楼 用实际行动打脸齐磊 齐磊怀恨在心 借对戏的由头要教训公九 还一副高高在上施舍的态度 对公九品头论足 眼神猥琐地盯着公九让他记熟动作 别一会儿被他打哭 女人了不起 接了这部戏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公九眼神轻蔑 你是叫嚣体质吗 你这么爱找存在感的男主角 我是第一次见 你那点没用的肌肉在我眼里 就像砧板上的猪 亲手多多咸游 别晃悠了留点体力保命吧 活了这么多年的齐磊 从来没人敢跟他说这种话 顿时觉得被羞辱 一拳向公九砸去 是要废了公九 却不料用了实诚实力道的一拳被公九接住 随后齐磊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就摔倒在地 整个剧组回荡着齐磊杀猪般的嚎叫 手不太懂事的话 我帮你废掉 这是齐磊第二次对上公九的眼神 此时齐磊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他真的是女人 不 真的是人吗 开着直播粉丝参观剧组的桑田 文生带着粉丝进入 以为只是在对戏 想给粉丝们锯个头 就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服气的齐磊 满口脏话的朝公九扑去 他就不信 他居然干不过一个小妮子 可弗莱的抬钢立下 就又是一个锅肩摔躺倒在地 如此反复十多次 不屈不挠的精神 桑田看着都疼 光当一声将瑞泽手里的箱子落地 让桑田回神 急忙关闭了直播 这要是被拨出去 齐磊铁定要找他晦气 小弟们见自家磊哥流了鼻血 叫嚣着公九给齐磊道歉 却丝毫不提齐磊记不如人 齐磊脸皮也厚 打不过就要将公九告上法庭 女人了不起 接了这部戏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齐磊听着自己的声音 从公九手机里放出 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公九还留了证据 那他还怎么颠倒黑白 你自己没做好挨打的准备吗 你被女人打成这样 是不是该亲口承认一句 女人确实了不起 公九一步步靠近 蹲身将手机戳在齐磊脸上 可齐磊却不敢反驳 可恶啊 我不仅干不过他 还被他威胁了 他一个女人 还是十八线绯闻小演员 哪来这么大气场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 余光撇到了进门的导演 立马变得硬气 导演 你的剧组就是这么对待男主 这戏我拍不下去了 这剧组有公九就没我 导演还不了解情况 想拉住齐磊和平解决 却被狠狠甩开 不开除公九我绝不可能回 齐磊眼神很利 觉得公九实在太阴毒 一定得想办法把录像弄到手 导演恼人突突地跳 公九 你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赶紧去给我把齐磊哄回来 要是不去 那你就自己滚蛋 桑田知道这是不是公九的错 追着导演解释却无济于事 蓝姐哭倒在地 公九你这事业算完了 天王老子也就不咬 自从被公九在胸口咬了一口 影帝对养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只因公九咬他的姿势特别帅 像极了一只小猎犬 尤其是这只猎犬饭量极大 头位的乐趣 可才一顿饭的功夫 自家小猎犬就被送上了热搜 一条神秘女武行 暴打齐磊的词条映入眼帘 影帝立马有了不妙的感觉 果不其然 公九英姿飒爽的身影出现 八世暴打齐磊的照片被广为流传 评论去一水的心疼自家哥哥 自家哥哥太善良 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还手 肯定又是公九仗事 欺人还买热搜 齐磊紧跟实施微博官宣 小事十分遗憾地通知 各位关心齐老师的粉丝朋友们 由于身体原因 齐老师将暂时停止出演 凶徒 男一号 经纪人端着盒饭进来觉得很邪门 一向有厌食症的影帝 怎么突然会想吃具体盒饭 更神奇的是 对所有剧本都不感兴趣的影帝 主动询问经纪人 凶徒有没有给他递剧 经纪人表示确实有这回事 但纯动作戏不仅心 跳房收益风险也高得离谱 一开始就已经回绝 影帝轻点额头 或许有些风险 值得一试 打发了经纪人刚想拨通江瑞泽的电话问问情况 就听他的声音在车外响起 喂 桑大小姐 你等一下 江瑞泽吃了一嘴的尾气 恼怒不已 这家伙完全不听人解释 娱乐圈的人果然难搞 你说谁难搞 江瑞泽回头就看到已在车边的影帝 问他是不是又被女人甩 江瑞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在这 等会 你把话给爷说清楚 我什么时候被甩 这张牙舞爪的样子让影帝嫌弃 转身让他跟着上车去 江瑞泽听话上车吐槽影帝族地道 来恒山拍戏 也不提前跟他打什么招 影帝把他当纯纯的工具人 只想知道公九现在的情况 你家恩人好着吗 现在都成剧组的英雄了 被七类霸凌的同事们把他奉为做上宾 还纷纷要做公九的小弟 虽说公九被导演停演 但我看他还挺乐观 照样每天来剧组蹭合法 影帝觉得这都是小事 公九没事就可以 得知即将到12点 江瑞泽冲着窗外抬抬下巴 让影帝往外看 你就等着瞧吧 放饭时间一到 干饭人工酒永不迟到 开饭了 大爷吆喝还没落下 公九立马闪现 九份 谢谢 身后的蓝姐气喘叙叙叙 让他跑慢点 公九却没听见 满心满眼都是合饭 还兴奋地搓了搓手 今天有我喜欢的红烧牛肉 漠视战神穿越成为人人喊打的黑量女星 却因饭量太大无法养活自己 还好无意间就下了影帝 获得了长期饭票一张 只要把小票发过去 影帝秒转账比 机器人都迅速 却不知这是一次互利共鸣的活动 不止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 也解决了影帝的厌食症 只要看着公九 影帝连盒饭都吃得嘎嘎香 江瑞则觉得影帝中邪了 他一定是假的薄影帝 妖孽 快快献出原形 被打扰了看美女 影帝很吃生气 要么我现在就把你这单细胞生物扔下车 顺便把你搁从隔壁剧组叫拐 江瑞委屈得一撅嘴 这么久没见 这家伙的嘴巴还是那么讨厌 胜利的影帝摇着尾巴继续吃饭 却让江瑞则看出端倪 影帝老盯着公九看 听到影帝说看吃锅下饭 江瑞则整一个六字了 另一边被公九做得齐雷很不服气 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 轻微擦上的他不止叫了救护车 还把自己包成了木乃伊 嗨着直播发声明 很抱歉因为这两天的小风波 占用公共资源 其实对我们动作演员来说 受伤都是家常变法 齐雷假意停顿 后描弹幕是对自己一水的信任 以及对公九的谩骂后 才一脸大度地开口 劝大家不要喷公九 毕竟他是个女孩子 我作为男人当然应该让着他 大家也不要对他过分苛责 他只是入戏太深 下手没有轻重 这番茶言茶语让粉丝心疼 都这样了还替公九开脱 纷纷留言给齐雷 要是他被绑架了 就眨眨眼 江瑞则把直播举到影帝面前 以为他会担心自家恩人 却不料影帝自信得很 君子不忧不惧 江瑞则觉得自己进入了一次元 一定是影帝没说人话 影帝表示他相信公九 不是对危机毫无准备的人 况且他已经在这里 就绝不会让公九有事 齐雷下播后接到了手下的电话 说练工房的监控记录已经被清除 现在只要销毁公九手上的录像 那这件事是黑是白 就是他说了算 精灵如他决定从公九的经纪人 兰姐入手 却不知公九就在旁边 听得他如何贬逼自己 别紧张啊兰姐 我听说你也带了公九好几年了 跟这种脱油瓶一起工作一定很辛苦 兰姐沉申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齐雷语气傲慢 公九现在名声已经烂透了 你继续做他的经纪人 最后只会被他托死 但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干 那可就不一样了 我给你纸条明路 跟着我做人上人 还是跟着公九共沉沦 一选吧 兰姐看了公九一眼 答应他见面详谈 武打明星霸凌黑亮女星未成功 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怀恨在心 开直播卖惨让公九身败名裂 为了毁掉证据买通了公九经纪人 却不料被公九算计 我刚才去跟齐雷见面了 按照咱们商量好的计划 我已经把录音文件交给他了 快猜猜齐雷花了多少钱收买我 公九回头就看到手机上的一串铃 还没数清楚 就被经纪人摇晃的眼冒惊心 五百万了 发财了 公九淡定表示这点钱 对齐雷来说不算什么 经纪人确实乐天派 劫富济贫 价值翻倍 姐请你吃夜宵吧 随便点 不用给节省钱 公九也不客气 拿过手机就下单了螺丝粉九份 经纪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九份螺丝粉 这房间还能睡人吗 公九活动关节 马上就要和齐雷正面刚 当然要补充够能量才行 经纪人委婉建议 吃点好的才行 公九并不理会 在电脑上一通点击 齐雷刚删除的录像出现在屏幕上 齐雷现在肯定觉得自己稳操胜券 毕竟监控被删 录音也拿到手了 所有能证明他先挑衅和动手的证据都没有了 可惜他漏了一点 网络时代 没有什么数据是能被完美清楚的 比如 云端辈粉 经纪人一脸惊奇 他在花瓶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技术 却不知公九身体里住着来自漠视的灵魂 甚至觉得用漠视训练出来的入侵技术 破解现在的网络 实在是大财小用 公九头发一甩谁都不爱 说自己是个天才 可以自学成才 经纪人觉得自家艺人没救了 我信一个鬼 男主影帝终于有戏 站在电梯里吸压低的吓人 因为他看到热搜上对公九的人声攻击 反手就是一个举报才顺起 手机放到兜兜里还是觉得不甘心 掏出来给公九抱奏齐累的热搜大力点了 但才满意 冰咚一声电梯门开 照片里的人出现在眼前 不再英姿飒爽而像一个小可爱 走路还有点小迷糊 咚的一声就撞入了一个坚硬的胸膛 小心 声音清脆悦 公九抬头就看到了自己的长期饭票 觉得很惊喜 老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这呆萌的模样配上一双兔耳朵 直击在保老师星巴巴上 原来这么可爱的人居然是他的头位对象 为了不被公九发现异常 抬手独脸 我这两天在拍一个友情客串的角色 正好也住在这里 保影帝眼睛往下瞟 看到了公九手里沉甸甸的两大袋 想要帮忙提 可公九像是怕他抢自己的螺蛳粉 轻轻松松提高高 不用 这些我吃刚好 影帝经纪人一阵惊讶 听说陈导演要开除他 这你的不会已经转行做吃播了吧 影帝看着公九兴奋走远 拿出手机点了 随机公九的手机叮的一声响 国民影帝点赞黑亮女星 暴揍武打明星视频 指引黑亮女星是他心意的头位对象 怎么允许被别人欺负 当视频里那个英姿飒爽的女人 穿着一身兔子睡衣出现 影帝被蒙得不要不要了 立马转账200帮他接了饭钱 公九在收到影帝转账的那一刻 眼睛星光闪烁 这是什么神仙饭票 好人哪 24K纯金大好人 并坚定了以后赚了钱 一定要请大好人吃饭 就吃排行榜第一的王妈螺丝粉 刚到总统套房门口的影帝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经纪人表示 没有着梁就是有人在念他 本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影帝还当了针 他还没惊讶几秒 就接到了一个让他原地爆炸的消息 Buff出大事了 你被盗号了 盗号的人拿你的号 去给公九打人的视频点赞 哎呀 影帝微微一笑 哪有什么盗号 视频很精彩 承恶扬善 人人有责 公九这种心综血语的体质 咱们可不能沾边啊 你现在公开站队 万一将来公九再闹出什么事来 我们会反噬 还有上次在医院公九打狗仔 是我们的公关团队帮他把消息压下去 但齐磊要针对他 肯定会把这事重新翻出来炒作 Buff 你别忘了当时你也在场 影帝被念烦了终于发漏 砰的一声将水放在桌子上 我给你们开工资是在做慈善 还是用我的账号帮他反黑更有效 经纪人被影帝审判之眼钉的发毛 亲爱的影帝千万别冲动 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恨铁不成钢地给自己来了一巴掌 让你多嘴 让你多嘴 你说你惹他干嘛 啪的一声 玻璃杯落地后 各种东西接连被齐磊摔到地上 咒骂影帝有毛病 好端端地突然点赞那条视频 脑子得罪他了吗 小弟小心翼安慰 说影帝的性子圈子内都知道 大概率是守华或者被盗了号 齐磊正在气头上却接到了华小姐的电话 齐磊 听说你最近跟公九那个女人斗得挺凶啊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齐磊一听来了兴趣 你也和公九有过节 发小姐只见青瓜沙发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你照我说的做就好 帮手我已经给你送过去 现在就在你病房外 发音落下 病房的门被敲响 怎么用它 看你手段 门拉开 李虎挠着头出现 说他有办法对付公九 发小姐挂端电话勾起红唇 公九 上次绑架让你跑了 算你运气好 这次 我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末世女战神穿越到现代 成了黑道女星 因为武力值太高 被武打明星怀恨在心 被打得鼻青脸肿后 在网上卖惨黑公九 公九非但不惧 还点了九份螺丝粉 小料还要加满 趁着等饭 公九上网看进步 不出意外 都是在夸他小可爱 不止让他滚出娱乐圈 还呼唤群众去虎言虎语直播间 公九悄悄摸进去 上万人的围观 让他很兴奋 家人们 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 我也不想走这一步了 你们不知道 信公的背后有人 那个人背景极深 名字我不敢提 总之 我被他暴力殴打后 还被送进了警察局 现在为了封我的口 连我家人都收到了威胁短信 公九眼睛泥泥 想完他就赔道子 直播一开 就涌进了黑粉一大批 我知道大家都很急 但你们先别急 天大的事 等我吃个饭再说 螺丝粉一盆接一盆 看得直播间的黑粉都饿得不行 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汤才 优雅地擦了擦嘴巴 按下了连外锦 李虎瞬间出现 一个hello 就吓得他一机灵 还得强装镇定 公九 你还敢来 公九不经意开口 李虎 那天你不是在医院 嚷嚷着右手断了吗 怎么今天的石膏 是打在左手上的 李虎挠挠脸 说公九虎脚暖缠得很 是你听 听错了 公九也不争辩 拿出一个手机晃了晃 问李虎眼不眼熟呀 李虎像是抓住了公九的把柄 大声指责 家人们快探 他承认他抢我的手机了 公九轻轻指一听 巴大一声 手机被解锁 公九恨体不承担地开口 李虎 我要是你 就不敢把这么一台 黑料满满的手机随便乱丢 择日不如撞日 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吧 当屏幕对准摄像头的那一刻 观众们纷纷等着吃瓜 只有李虎一脸不敢置信 你怎么会知道 我手机的解锁密码 随后他受了十万搞臭 公九名声的事彻底曝光 剑直播间舆论翻转 李虎慌张地转头寻求帮助 公九眼神变得很利 我知道你是谁的狗 替我转告你的主人 齐磊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准备好茶收了吗 在一旁围观的齐磊心惊 公九怎么知道自己在旁边 可公九才不管他的想法 挥动了他的雷神之锤 先是放出了他 挑衅公九 再先的监控 人家可是女孩子 老大可不能太严厉 免得说我们欺负女人 女人了不起 接了这部戏 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子废了你 随后放出了 他收买公九经纪人 毁掉证据的视频 确定了公九手里没有证据后 很好 没了证据 粉丝不过是一群傻 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下 我看公九拿什么跟我斗 齐磊 这证据够吗 不够捶我这里还有 保影帝只是在公九直播间 露了个脸 瞬间直播间就被封 随后他顺耐啥的词条 瞬间登顶热搜第一 保影帝很气愤 自己每天在公九身上花好几百 他居然说跟自己不是很熟 却不知公九只是怕给他惹麻烦 本来他只想愉快地捶几下 李虎和齐磊 没想到李虎小脑发达 大脑缺失 不但暴露了他和齐磊穿通一气搞公九 甚至嘴鼻脑子快 把薄一白爆了出来 说公九敢如此嚣张 是借了保影帝的光 保影帝的公关团队亲自出手 帮他压热搜 你说他俩是什么关系 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逗得过 公九想不明白李虎的脑回路 保影帝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明明是正能量的好人好事 为何你偏要想得这么龌龊 到底是谁有问题 你这么说 保老师的粉丝怎么想 李虎见舆论一边倒 都在骂他带节奏 瞬间急了准备给保影帝和公九造谣 却在最后关头杀住 圈内一直传包一白的家事深不仆测 可能和帝国军方有关 他这样咬死他不放 会不会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 为了齐磊和那十万块赔上小命可不值当 果断下线顿走 再次实锤了他在网上胡说八道 公九重复澄清 他和影帝没有关系 优雅地喝了口水润嗓子 让粉丝有问题趁着他心情好感警惕 却不料大家都提起了艳照门 不是为了求真相 反而是想要照收藏 公九凑近表示很感兴趣 也想来一份 一句话吓到了直播间的网络朋友 直到一条弹幕登顶 你们看公九后面那是谁 公九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回头就看到了影帝在散发魅力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溜到飞起 接着就被关进了小黑屋 公九很委屈 他不是还没要到照片怎么就被封 见宝影帝走近 瞬间明白 行走的荷尔蒙可不是白叫 他小小的直播间可受不住 抬头一脸假笑 宝影帝真厉害 宝影帝一脸猛 厉害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公九黑黑干笑两声就想跑 毕竟刚刚直播好像又被金猪惹了麻烦 趁着他还没发飙 自己得赶紧溜 宝老师您慢慢吃 我水喝多了 先撤了哈 宝影帝一脑门问号 为何这人要躲着他 直到听到经纪人崩溃的尖叫 他就觉得每次遇到这个浑身没韵的公九准没好事 果然得到了验证 宝影帝却丝毫不关心他的心碎 拉凳子的手一顿 贴了眼公九吃剩的空碗 突然毫无食欲 想到刚才经纪人说这是黑暗料理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经纪人嘴巴能塞下一个鹅蛋 男人 你到底要闹哪样 作为九一少女的梦 影帝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一个十八线小明星山好友 其因是他少报销了一顿饭前 公九作为前世的女战神 却又选择困难症 到底是吃甜点还是吃螺丝粉 一时间无法抉择 经纪人却说公九走了狗屎运 临时空降了新的男一号 人家愿意和他合作 所以你明天可以复工了 公九一脸纠结到底是买八份还是九份 兰杰把最近停火的小鲜肉都盘了一遍 却还是没有头绪 新男主还怪神秘 他问了一票人都不知道风声 哪路的神仙命这么呢 敢来和他加工小姐演对手戏 公九敷衍的表示他也不懂 最终决定吃甜点 在末世堂可是稀缺品 这种能快速补充气血能量的好东西 他可得多吃才行 回过神的兰杰瞄到了公九的购物车 你把甜点当饭吃 公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可以试试 兰杰捂着脸在角落哭泣 谁能来救救他呀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女演员 公九不懂得兰杰的绝望 准备把购款截图甩给影帝 却发现早餐还没报销 金牌饭票一项报销很及时的 难道他的饭票已经过期了 果然这次直播带薄一般下场 给他惹麻烦了 人家不愿意跟他继续玩了 这段时间他帮了自己不少 作为报答也算人质易尽了 公九觉得是时候跟他发清界限的 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再见 发完最后一条消息 毫不犹豫把影帝好友删除的公九燃起了斗志 以后得靠自己 多正点才能敞开肚皮吃啊 影帝为了黑亮女星禁组拍戏 加班加点却换来了好友被删的消息 形势他没及时报销饭费 公九觉得这是影帝想该的信号 主动删除了好友还跟他装不熟 连想到直播室还说他是无关人士 影帝的小脾气上来 决定不和这小丫头打招 却正中公九的下怀 直呼影帝做得好 这个时候跟他保持距离是最明智的作法 公九给影帝这个聪明人点了10086个赞 对于公九说和影帝不熟这件事 桑田很不理解 影帝这朵高领之花都下坊给他点赞了 至今也没出来公关室手划或者道号 公九居然说两人不熟 他都看见牛在天上飞了 心虚的公九抓住重点 什么点赞 桑田一脸惊叹 这位解除了直播辟谣 该不会压登就没上网冲浪吧 公九表示冲浪哪有吃饭香 说着还吸溜了一口手里的奶茶 桑田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你真是我唯一的警 刚想给公九刻补影帝的作为 就收到了导演的集合论 无奈只好等说公在谈 导演不知道博一白是冲着公九来的 十分感谢他能来救场 还袍根问底的想知道 为什么非要把公九那个惹祸金留下 影帝一脸的公事公办 你不是见过他的身手吗 他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人 只要继续拍下去 我相信他一定能成为这部电影的亮点之一 导演蹲在墙角画圈圈 觉得他知道了真谛 影帝上辈子绝对欠了公九很多钱 妹妹患上了眼癌 他也身患绝症 父母双亡的林墨被逼上了绝境 为了筹钱给妹妹治病 他卷入了一场惊天豪赌 赢了 能成为亿万富翁 他和妹妹的病都能得到救治 输了 他和妹妹都会死 在这场生死游戏中 反派K第一眼就发现了林墨的与众不同 两人因此成为了宿命般的对手 凶徒的故事由此开始 公九与影帝拍的第一场戏 就是林墨和反派K的初次见面 导演觉得两人都还挺熟 就不用多做解释 可公九却举起了小手 说他和影帝不太熟 全场静默中影帝喝了一声 这一个月的饭菜都为了狗 桑田无脸 天 拿什么拯救呢 我的九姐 导演却觉得这个状态挺合适 毕竟戏里林墨和K第一次见面也针锋相对 公九一惑挠头 他和影帝哪里针锋相对 影帝已经就为抬眼看到变装成K的公九 眼神忍不住追随 公九的手轻碰水面 说了一个二 影帝摇头吐出个三 一旁的桑田不明白公九明白了什么 不懂装懂的江瑞泽一脸自信 应该是公九问这条戏他拍两次能不能过 影帝回他 要三次的意思 场地打板 影帝秒入戏 第一场赌局 能在水里憋气时间最长的人 就是赢家 影帝听完规则缓缓抬头的那个眼神 就像是戒尸黄魂 吓得周围工作人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而公九演的反派K也不妨多让 从影帝的身后伸出手 自下而上扶摸他的脸颊 这一瞬间空气中充满了暧昧 公九矮身摸上了影帝的喉结 柔弱无骨的手让他心痒 下意识的吞咽还没结束 脖子就传来窒息的感觉 公九掐上了影帝的脖子与他对视 眼神里充满了对生命的漠视 周围人全被带入了情景 觉得自己的脖子好像也被人掐着 而影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半分挣扎 公九下意识松开了他 这个男人身上 有死亡的气息 公九的心狠狠颤动 被好的台词都忘记说出口 是不是该验证 众人都以为公九接不住影帝给的情绪 纷纷胆态又多一个被影帝演技吊打 可导演却不这么认为 不但不好看 还让摄像把镜头推到公九脸上给侧醒 黑料女心眼反派德心应手 第一次与影帝对戏 把导演都吓坏 在所有人眼里公九还只是个花瓶 怎么可能接住影帝的戏 就在大家准备看好戏 导演却把镜头推到了他脸上 只见公九邪媚一笑 食指青瓜影帝的喉结 舌头轻挑的舔不嘴唇 像是在看一盘美味的佳肴 导演都看得上头 他没想到公九不但接住了影帝的情绪 甚至还拖了起来 桑田看得不寒而栗 镜头里的不是他熟悉的公九和影帝 根本就是反派K和林墨本子 公九的手轻抚影帝的伯格 其他人都已经给出了筹码 你呢 在谁里能坚持几分钟才死 影帝波澜不惊地吐出一个石 公九的眼神里写满了欣赏 很大胆地堵住 我期待这句美丽的去笑迎接死亡的那一刻 说完猛地将影帝的头按到水里 济世开始 参赛人员一个接一个地放弃 周围都是他们痛苦的哀嚎 而公九却用力按着影帝的头 不给他放弃的机会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导演也沉浸其中 直到助理开口说已经拍了三分钟 才猛然惊醒 与此同时 公九捞出了影帝病道歉 冒犯了 保老师 导演立马上前安抚 一摆你没事就好 这一镜拍得非常棒 对上公九却一脸愤怒 质问公九为何下手没亲没中 万一呛到他的宝贝影帝可怎么办 公九却大大咧咧地说不怕 导演血压蹭的一下就上去 准备再教育两句就被影帝阻止 是我告诉他 我能避其三分钟 导演不明白这两人什么时候对的戏 桑田一脸恍然大悟 拍拍前两人说的三和二竟然是憋气时间 公九一脸的理所当然 我问他两分钟行吗 他摇头说可以三分钟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 导演气坏了 这就是所谓的对戏 公九却一脸求夸奖 说他并没有乱来 刚刚我那段戏的表演 评价一下呗 哪来那么多问题 休息五分钟 导演无地自容 吐气离开 却因走得太快 帽子没跟上他的脚步 露出了他的地中海 公九无嘴脱笑 沉倒这点 还没他脑门长呀 桑田这时走过来 一脸崇拜地说 刚刚看九姐和博老师的对戏 自己浑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竖起大拇指 赞叹到绝了 公九却谦虚地说 还是博老师更厉害 心想 要不是博一白的眼神 自己不可能那么快入戏 博一白也夸赞公九 刚才的情绪很好 接下来还可以更真实 说完 便要和公九对下一场戏 公九立马答应 开始进入角色 桑田此刻话 深恋爱恼 看着两人郎才女貌 感觉就连背影都那么般配 江瑞泽却将桑田打回现实 表示桑田的口味真重 桑田继续说 就算是博神也不能插足 跟他抢九姐 这场戏 只见公九双手 抓着博一白胸前的衣服 单腿跪到他坐的椅子上 然后四处非处地 摸着博一白的胸口 博一白心想 公九是不敢碰他吗 这时 博一白问公九 是不是知道戏里 可以为什么要抚摸林默 公九顿了一下 疑惑地说 在他眼中 林默像一件有趣的玩具 此时 博一白将公九的手 放到了自己的胸口 一边用力 把公九的手按在胸口 一边提醒公九的抚摸 应该更加健烈欣喜一些 公九此刻的心 砰砰乱跳着 博一白 便要他记住此刻的情绪 解释着自己是公九的玩物 作为狩猎者 现在可以更加放肆和大胆 桑田看着两人的对戏 感觉比刚才那一段更带劲了 直呼自己不行了 然后继续说 他们两人 竟然把生死仇敌 演出了相爱相杀的感觉 说着 便朝江瑞泽 冲过去 江瑞泽被吓到语无伦次 桑田抓着江瑞泽的胳膊 一阵纠结地表示自己 可是甜酒党 怎么能占白酒 江瑞泽看着桑田心想说话就说话 干嘛动手动脚 这时 江瑞泽 提醒桑田什么都磕 只会害了他自己 于是叫他别傻乐了 小心一会儿 轮到他表演时拉胯 桑田不服气地推开江瑞泽说 本人15年的演员生涯 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双手插腰 便要江瑞泽等着瞧吧 这时 听到陈导喊休息结束 然后让博一白和桑田 准备第二场戏 桑田马上举手示意准备好 陈导回头火酒见地看到 博一白在给公酒讲戏 因为他最讨厌麻烦 从不带新人 这边第二场戏 博一白和桑田 已经进入状态 博一白拿起筷子 对桑田饰演的妹妹说着 小月先吃饭吧 桑田此时在心里说着 无数次自己看不见 可他却想着 宝神的存在感 也太强了 陈导这时突然喊咖 冲桑田吼到现在 他是个盲人 眼珠子不要乱瞟 桑田马上向陈导和博老师道歉 表示再来一遍 接着伸手一阵胡乱摸索 这时陈导 因为他动作太假 像瞎子摸鱼一样 再次喊咖 桑田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着 却听一陈导一遍一遍地喊咖 2000年以后 桑田已经被喊咖15次之后 陈导终于说 这条过了 桑田感觉自己魂都飞了 桑田抱着酒姐 哭着说自己好菜 江瑞泽在一旁调侃到 15年演艺生涯 15次NG 数字倒停整齐 听到江瑞泽这么说 桑田瞬间绷不住了 江瑞泽赶紧上前安慰 抬头看到 公九给自己递过奶茶 并安慰他 就是太紧张了 才会表演走行 桑田接过奶茶 公九微笑着拍拍 他继续安慰着 别想太多 不高兴 就来杯奶茶 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桑田感动得 一边大口喝着 一边说 今天的热量又超标了 然后桑田突然小声问酒姐 怎么做到和博老师搭西那么默契 是真的不熟吗 公九解释说 可能就是因为不熟 引起仇人 才没压力 听到公九这么说 薄一白走过来顿了一下 便问公九林默 和K是仇人吗 此时薄一白凑过来说 他觉得不是 公九一阵无语 公九疑惑地 看着薄一白转身走开 感觉到 一股淡淡的杀气 此时薄一白 心中一阵不悦 公九突然想到 薄一白应该是因为 刚才被按在水里 三分钟才生气的 桑田此时一口奶茶吐出来 无奈地告诉公九看手机 表示只能帮他到这儿了 公九拿起手机 一脸疑惑 这才发现 薄一白给自己点赞的事 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很显然 薄一白站在公九这一边 公九却说跟他不熟 公九这才明白 心想自己真是该死 于是拿起手机 准备拿出有错有要认 挨打要立正的态度 向薄一白好好道歉 绝对不能含了薄一世的心 可是公九突然愣在那里 原来他想起 自己早就把薄一白的微信删除了 此刻被自己气到炸的他 想着自己该怎么抢救一下 薄一白正坐在车里 看着手机 突然听到扣扣的敲门声 转头看向车子外边 却只看到窗外一堆盒饭 疑惑盒饭成精了吗 便听到公九说 薄老师好 原来是公九搬着盒饭来找薄一白 薄一白正想着找他有什么事 就听公九说 想请他一起吃饭 薄一白看着公九此时的目光 感觉实在让他没办法冷下脸 于是打开车门 便让公九上车 上车后公九将盒饭放到桌子上 怀着忐忑的心情 想着薄一白 是不是准备接受自己的道歉了 这时 公九看薄一白面前 摆放的一盘菜 如此寡淡 心想 影帝这顿午餐 还不如桑田的减肥餐 还好自己特意来帮他改善伙食 于是 公九双手 拿着盒饭 解释剧组条件有限 只能暂时用这个赔罪 以后一定请保老师是更好的 薄一白健壮调侃 公老师有什么罪 公九不敢直视薄一白的眼神 吞吞吐吐吐地解释 自己刚刚才知道他给自己点赞的事 说不熟 只是怕给他惹麻烦 没有过河拆桥的意思 说完便抱拳感谢薄老师 鼎力向赞 听公九这么说 薄一白低头问 所以现在是不是熟了 公九连忙用吃货的衡量单位表示 熟了 全熟的那种熟 薄一白则拿出手机 要公九把好友验证通过一下 公九愣了一下回应马上加 加完好友薄一白 便将这两天落下的饭钱 直接转了过去 公九一边扒饭 一边为自己天下第一好饭票而感动 此时薄一白调侃公九的胃口 倒是一直都很好 公九听他这么说 便解释 是因为自己小时候 过惯了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所以很珍惜 现在能吃饱喝足的生活 薄一白没想到 他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去 于是决定 以后不能再让他吃苦了 公九看薄一白 一直没吃 便问保老师不饿吗 并说 今天的主菜糖醋排骨很好吃 薄一白迟疑了一下 却看到 公九已经将一块糖醋排骨 放到了自己盘中 想到这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 再看公九一脸期待的眼神 于是便加起那块排骨 准备尝一尝 放到嘴里一阵咀嚼 感觉油放太多 肉有点柴 公九期待地问 怎么样 薄一白则点头说 还不错 于是 公九继续说 鱼香肉丝也很好吃 很下饭 便让他品尝 薄一白尝了一口 心想做菜的厨师把糖盘盐放了吗 公九继续期待地眼神看着他 薄一白便说 确实下饭 果然公九看薄一白喜欢吃 便将一整盒盒饭拿给他 让他敞开吃 一阵炫饭过后 薄一白放下筷子 心想 总算吃完了 而且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 薄一白 用纸巾擦擦嘴角 此时抬眼看向公九 心想 是因为一起吃饭的人是他吗 这边公九一脸欣喜地说 自己已经和打饭师傅混熟 可以每天帮他领盒饭 薄一白心想 是要每天都一起吃饭吗 然后挠补着两人烛光晚餐的场景 这时 公九转身准备离开 于是起身 看着公九的背影 心想 好像也不错 看公九走下车 薄一白也跟着走下去 此时公九回头解释自己 也就随口一说 如果薄老师不方便 也没事 薄一白则问 怎么突然反悔 是不是怕麻烦 公九则解释 因为总被经纪人说是惹货金 怕给薄一白惹麻烦而已 转身对薄一白说了声再见 便离开 看着公九离开的背影 想着自己从来没觉得 他麻烦 就算是惹货金也不怕 此时 薄一白回到车上 正看着凶途的剧本 经纪人突然喊着 老板跑过来 朝薄一白志 问刚刚和公九 在车里干了什么 薄一白淡定地说 吃盒饭 经纪人怀疑 老板是车祸后 被人夺赦了 因为平时最讨厌的事情 最近却都接受了 薄一白突然黑着脸表示 既然对他这么了解 应该知道 他更讨厌话多的人 然后便让经纪人 帮自己打听 公九的酒店房号 经纪人条件反射 立马答应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 便问薄一白 问这个干嘛 薄一白打着电话 直接无视他的问题 电话另一边 姜瑞泽问老白 找他什么事 薄一白便问 姜瑞泽之前说的 让公九 加入他的极限运动俱乐部 现在还想不想 姜瑞泽说想是想 可已经被拒绝了 原来今晚薄一白去送礼 需要一个话少的苦力 便想要姜瑞泽一起去 并提醒他 把握机会 姜瑞泽疑惑地问送什么礼 这边的经纪人 已经在为老板不需要自己 而痛哭流涕 此时公九一边吃串 一边往上冲浪 感慨两天没上网 就错过了点赞的消息 这时他突然看到 昵称叫公必死的博主 发的一条黑自己的微博 心想这一定是自己的死中黑粉 本来打算过两天 再解决造黄瑶的事 想着 既然都送上门来 真是择日不如撞日 不打都不合适 于是打开直播 开心地跟粉丝打着招呼 问粉丝几天不见 有没有想他 公九继续说 今天不吃播 也不打人 要晚点有技术含量的 便问那个叫公必死的黑粉 在不在 这时便看到公屏上 叫公必死的黑粉 一阵叫嚣 公九打开 网友给自己发的 重点位置 已经打码的种子 并解释 绝对不是传播淫晦色情 请网管饶自己一命 此时公九打开了 也爱换脸工具 然后自我调侃 接下来公老师的 换脸小课堂开讲 并点名公必死同学 注意看 只见公九 将刚刚自己脸 换成了一个男生的脸 便问同学们 多看懂没有 并让那些黑粉多 做做功课再出来 此时公屏的粉丝 也都理解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九接着嘲讽黑粉造谣 千万条 热搜预定好 转发过五百 熬饭吃到饱 然后提醒公必死 等着律师寒吧 公屏上此时 全是黑转粉的声音 这时公九听到 有人来敲门 大半夜以为 是自己叫的饭后甜点 便转身去开门 没想到 竟然是薄一白 站在门外 公九心想糟了 然后迅速想把门关上 薄一白以为 公九没有看清 是他便赶紧抵住门 公九却说知道 是他才关门的 薄一白一阵疑惑 不明白公九什么意思 公九则解释 自己在直播 这时 江瑞泽也从门后 突然出现 随口叫了声老公 薄一白一脸不悦 让江瑞泽别乱叫 江瑞泽却说 难道要叫小九 公九 尴尬地表示随便 此时薄一白走进来 大方地说 既然在直播 那就顺便跟观众 打个招呼吧 然后便主动坐到 镜头前 跟粉丝们问好 然后说 如果是自己的粉丝 请大家注意礼貌 转身看向公九 为自己没有做好引导 让粉丝误伤友军 感到抱歉 这是公九才反应过来 问他们到底来干嘛 没想到 薄一白和江瑞泽 异口同声的说送锦旗 公九还在疑惑 便看到江瑞泽 在身后一阵摸索 转眼就拿出了 一面金闪闪的锦旗 公九接过锦旗 便问他们是认真的吗 此时眼间的粉丝发现 落款居然是公安局 薄一白表示 不光有锦旗 明天还会有警方通知 公九领资金 江瑞泽便想把 这么有意义的时刻 用合影的方式记录下来 于是 三人让直播间的粉丝 帮忙截图下来 公平一阵好奇的声音 江瑞泽看到大家都很好奇 发生了什么 便靠近镜头要解释 此时一阵快板声音响起 没想到江瑞泽用这种方式 夸赞的公九 和薄一白一连忙 江瑞泽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薄一白车祸现场 公九在危难之际 舍身相救的情景 接着说到薄一白醒后 简直是感激涕灵直呼恩人 然后便有了今天送锦旗的这一幕 薄一白此时一脸生无可恋 他终于听不下去了 揪起江瑞泽的衣服 叫他闭嘴 然后一把将他丢了出去 公九看薄一白碰的把门关上 便说薄老师太客气了 感动可以 痛哭流涕就不必了 说完转头看到 公平友粉丝 求薄神痛哭细节 直呼口味奇特 这时薄一白走过来 问公九 粉丝都说了什么 这时公九凑过去 十一片刻 突然直播直接黑屏 竟然提示直播音射黄 已被中断 公九不解 为什么每次薄一白一出现 自己就要被关小黑屋 薄一白则一脸无辜地 看着公九 公九则来劲说 就怪你 此时 江瑞泽还在门外 喷喷地敲着门 解释自己 只是为了突显老师的应用 而夸张了一点点 公九疑惑地问江瑞泽 是不是一直都这么话多 薄一白解释 如果不喜欢 下次不带他来 公九心想 难道还有下次 这时 公九将两人送出门口 并表示辛苦二位了 便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这时薄一白却说等一下 好像有事要说 公九问 还有什么事 薄一白则一脸期待地说 时候不早了 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 公九听到夜宵两个字 突然精神抖擞 毫不迟疑地关上门 说 那就走吧 江瑞泽见两个已经走远 心想薄一白再也不是 以前认识的那个厌食症 加自虐狂魔了 这边画室千金家里 啪的一声 手机摔到地上 画室集团的千金画园 正对手下嚷嚷着一群废物 自然是因为 他买了那么多水军 却奈何不了公九 牛转口碑 手下被吓得不敢正视 画小姐 连忙道歉表示 实在没想到 公九还有这一手 然后便准备安排更多水军 去抑制舆论 要画小姐放心 可画小姐想到 水军突然猛增 反而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便说不必 于是 说自己还有别的办法 挥手示意 让手下滚 这是华小姐拿出手机 想要打给李云 公九的母亲 择意地认为自己 有的是办法对付公九 此时 三人来到小吃一条街 只见江瑞泽用胳膊 碰了一下旁边的博一白 便问他从来不吃夜宵的人 突然转了醒 到底什么企图 博一白却叫他把手拿开 别逃打 听他这么说 江瑞泽 抓着博一白的肩膀 表示 正好自己好久没动手了 挑衅是不是想练练 这时 公九看到远处的桑田 便伸手打声招呼 桑田走过来 刚想问九姐 怎么在这 转头便看到 博一白和江瑞泽两人 只见两人 此时正勾肩搭背地站在一起 桑田手里的包包 啪的一下掉落到地上 一脸震惊地指着江瑞泽 说他竟然拆自己的 CP 博一白到旁边接电话 江瑞泽连忙解释 自己跟老白 是纯洁的兄弟关系 叫桑田别乱想 桑田不解风情地说 一个被齐磊走后门 带进片场的小混混 怎么能和博神称兄道弟 江瑞泽 听到说自己小混混的标签 瞬间炸裂 公九这时站出来 替江瑞泽解释 两人真是朋友 接着说 如果不是薄一白的默许 也不可能进他的身 桑田想着 确实有道理 这边薄一白对电话里说 把没意义的应酬都退掉 桑田听公九这么说 便马上向江瑞泽道歉 表示 不该把他和齐磊那种败类认成一伙 江瑞泽白手表明自己 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于是心想破坏 他一次减肥成果算扯平 于是提议 让桑田请客一起吃夜宵 桑田心想 好不容易把白天奶茶的热量消耗掉 吃夜宵 岂不是白练了 便借口说 自己刚刚健身完 江瑞泽见状 便说自己刚刚被拿去和人扎比 感觉人格好受伤 桑田赶紧鞠躬道歉 只好答应他想吃什么 自己请客 于是 几个人来到一家正宗 穿鱼老火锅 包厢里桑田表示自己 和这家店的老板熟 品质 有保证 让大家随便点 接着说到 鸳鸯锅 已经是他作为穿鱼人 最大的让步了 这时 公九看着鸳鸯锅 一脸新奇地问 长得好奇特 要怎么吃 桑田和江瑞泽 则一脸震惊地看着公九 没想到这年代 公九居然没吃过火锅 薄一白 此时瞥了江瑞泽一眼 示意他多嘴 便向公九 介绍着火锅的食材和吃法 公九此时恍然大悟 这边桑田 赶紧把自己亲自喂酒解涮的肉 放到公九碗里 公九夹起肉 必要品尝 放到嘴里的那一刻 公九刚想说 世上竟有如此美味 却突然大声咳咳不停 嘴时嘶哈嘶哈地说着 好了 此时眼泪已经被蜡出来了 薄一白和桑田两人 同时拿来冰豆奶 给公九喝 然后 两人又一起端着油碟过来 告诉公九站着吃 可以降低蜡度 江瑞泽在一旁 看着如此情景 感觉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 于是脑补着酒帝 被田飞和白飞伺候着 这时 服务员进来 将两半折耳根摆上桌 公九马上加起 放到嘴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桑田介绍 这是自己家乡的特色菜 折耳根 也叫鱼心草 公九放到嘴里品尝完说 甜甜的 还挺好吃 此时薄一白 也加起鱼心草问 这是甜的吗 江瑞泽也一脸疑惑 似乎想到了什么 原来 他想到自己的小妹也说 鱼心草甜甜的 弟弟 却说好酸 便说 难得见到有人跟自己的小妹口味一样 桑田一边给酒姐加菜 一边好奇地问江瑞泽 竟然还有妹妹 江瑞泽却只应了一声 便打岔毛肚 再煮就老了 让大家赶紧捞 公九对吃的 从来都不客气 江瑞泽见公九 一边吃得欢 一边说好辣 解释他这种行为 就叫人菜饮大 薄一白关心地说 太辣的话 就涮白锅 并细心地将一杯水 递给公九 公九却说 没事 不辣不好吃 桑田听江瑞泽说 酒姐人菜饮大 便问他 吃辣很厉害吗 江瑞泽拍拍胸脯表示 相对自己吃辣水瓶 在座的都是辣鸡 桑田听他这般挑衅自己 一脸不服 便要申请出战 江瑞泽起身 也不甘示弱 扬言谁输谁去 大马路上唱孤勇者 公九看着两个人 一脸不解 薄一白 却表示不用管 便让公九接着吃肉 桑田这时提出 一人十只辣吃 谁先吃完 谁赢 江瑞泽表示没问题 此时 服务员将二十只镇电池宝 变态辣吃端过来 桑田信心满满地 已经准备好 江瑞泽一边也开始 狂咽口水 却不知现在 他的处境极度危险 比赛开始 只见桑田从容地吃起来 公九看着桑田 一点都没被辣到的样子 想着自己应该也行 便要加起一个尝试 这时 薄一白迅速挡住 公九的筷子 表示他不可以 于是让公九先看看 这边 已经被辣到脸色通红的 江瑞泽 这时江瑞泽 拿起饮料 一阵猛罐 心想这哪是食物 明明是生化武器 桑田这边 已经所剩无几 见状便让江瑞泽认输 不要硬撑 此时 江瑞泽舌头都身不直 却还嘴硬说 男人不能认输 比赛十分钟后 江瑞泽 已经被辣到灵魂出鞘 这时 公九宣布 本次挑战桑田胜 接着桑田 便问被打败的江瑞泽 服不服 到底谁是垃圾 此时 江瑞泽趴在桌子上 吸取血泪教训 输得心服口服 这时 服务员敲门走进来 将小票递给薄一白 并提醒收好 桑田这时 才反应过来 保老师已经买单 说好他请客的 薄一白表示 他来就好 江瑞泽艰难地抬起头 解释开玩笑而已 两个男人 再不可能让女孩子请客 这时 服务员又拿出一个 所谓的情侣优惠券 可以打七折 房间突然格外安静 四个人此时面面相去 桑田连忙解释 他和江瑞泽 才不是情侣 服务员尴尬地表示 不好意思 这时 公九却让服务员 将情侣打折券 拿给他 服务员礼貌地表示 用餐愉快 薄一白看向公九 只见公九解释说 虽然除了自己在做的 都不差钱 可能省一点也不错 然后便回头看向薄一白 问他 会不会介意被误会 薄一白接过情侣打折券 表示公老师不介意就好 愉快的夜宵结束 四人一同走出饭店 桑田看江瑞泽 一直捂着肚子 心想 这家伙 好像真的很难受 虽然是他逞强 又担心他真的生病 于是让保老师 先送酒简回去 然后一把拉住江瑞泽 决定带他去医院 江瑞泽扔嘴硬说 自己好端端地不肯去 桑田不管外边两人的眼光 一把将江瑞泽按到车上 让他坐好 公九看着这一幕 对旁边的薄一白说 这俩人可真有意思 此时 公九看天空突然下起雨 薄一白 赶紧给公九戴好帽子 便摸着公九的头让他 先去店里躲一下雨 自己准备去买伞 公九此时 站在屋檐下边 看着雨滴落下 这时 薄一白带着一把伞 走到公九面前 手里提着几瓶 AB盖奶说是店里做活动 推荐这个好喝 公九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两人撑着一把伞 走在湿漉漉的街上 这时 公九不经意地 用手握住伞柄 并试图推开薄一白的手 解释说 这么打伞会感冒的 薄一白心 想自己看起来这么弱不禁风吗 便主动往公九这边靠近一点 然后说 那就站近一点 两人就这样 一直在雨中漫步 薄一白自然地转头 问公九好不好喝 公九却表现出 吃货的护士本能 问薄一白想干嘛 薄一白笑着说 不会跟他抢 公九一脸认真的喝着 这时 他从袋子里拿出来一瓶新的 伸手递给薄一白 薄一白则对公九 突然大放起来 感到意外 公九解释说 反正是他花钱不用谢 此时薄一白打趣地 对公九说 他倒是会借花献佛 两人继续你一句 我一句地往前走着 终于到家了 薄一白洗漱好 坐到床上 看着桌子上的 AB盖奶 便拿出手机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便发到微博上 文案写得很好喝 明天还有吗 评论区瞬间热闹起来 薄一白上下滑动 看着评论区的留言 看到有网友评论 这儿童饮品 谁安利给薄神的 王猜 是有军公九 便在这条评论 后边点赞予以肯定 此时一阵铃声 把经纪人从睡梦中惊醒 不知是热搜 还是他房 立刻从床上谈坐起来 原来是 AB盖奶帝国总负责人 打来电话 是想问博神 有没有意愿 代言他们的全系列产品 经纪人听完疑惑的问 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 这边医院里 桑田拿着江瑞泽的 检查报告单 病情描述 是急性未溃疡 桑田生气地质问 江瑞泽胃不好 怎么不早说 江瑞泽坐在病床上 仍然嘴硬地说 一点小毛病而已 不用住院 桑田一把将他 按倒在病床上 扬言给老子躺回去 接着对江瑞泽 展开教导工作 嘱咐他不能为了面子 身体都不管 然后生气地说 这么大人了 还不会照顾自己 这时江瑞泽说 除了他哥 还没人敢这么训他 桑田仍然没打算 善罢甘休 声称把电话给他 现在就请江瑞泽哥哥过来 江瑞一秒认怂 愿意听桑田的话 桑田便说 正好明天自己有戏要拍 嘱咐江瑞泽在这里安心住院 表示会对他负责到底 江瑞泽在一边心想 这丫头 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不知过了多久 桑田明显已经没了 刚才的精神头 坐在椅子上 心想等这瓶水挂完 就叫护士来换 突然困意袭来 原来他平时都是 十一点就睡觉 江瑞泽看着旁边的桑田 就这么坐着睡着了 心想 明明他也不会照顾自己 还被他数落一顿 江瑞泽看着桑田睡着后 头不自觉地往下栽 然后便用手轻轻地 拖住他的脸 这时不知道桑田 做了什么梦 嘴里说着梦话 然后不经意地 在江瑞泽手上蹭了一下 江瑞泽 不自觉地一阵脸红 便想着 靠近桑田一点 听他在面倒什么 这时桑田 慢慢地睁开眼睛 两人就这样 如此近距离地 注视着对方 梦里桑田和狗狗来复 一起在草地上 玩着街球游戏 这时 狗狗钻到桑田怀里 在桑田的脸上蹭蹭 然后桑田问他 在老家有没有想自己 来复叫了一声 作为回忆 开心地吐着舌头 病床上的江瑞泽 此时还在盯着桑田 抚摸着桑田这脸颊 看桑田醒了 便问他在说什么 突然清醒的桑田脸蛋 迅速变红 只见他一边喊着流氓 一边将毫无防备的江瑞 则猛推到一边 江瑞泽被推倒 头冬的一声 重重地碰到床头上 此时脑瓜子 嗡嗡的江瑞泽解释 自己 只是看桑田刚才睡着了 好心帮忙盖毯子而已 这时桑田低头 才看到自己腿上 确实盖着毯子 瞬间射死的他 连忙为刚才自己的过激行为 向江瑞泽道歉 并关心江瑞泽有没有事 江瑞泽便说 本来只是胃疼 现在又加上 头疼脸也疼 调侃自己这次住院 真的止 桑田听江瑞泽这么说 已经没脸看他 于是连忙向外跑说 叫护士来换掉屏 江瑞泽一边偷笑 一边心想 溜得倒挺快 另一边宫九 打开衣柜 对原主粉粉嫩嫩 可可爱爱的衣品 表示一言难尽 这时 手机突然嗡嗡响 响个不停 打开手机 原来是桑田发信息 求安慰 为刚才自己的行为 懊悔到想换个星球生活 公九感觉整个人 已经被一生生的 酒解淹没 心想 换星球生活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冷静下来后 编辑信息回复桑田 表示已悦 然后说 明天和博一白 一起去医院看望两人 再吵的话会拉黑 此时桑田 已经在另一边 自行罚站了 这时 公九突然想到 上次救了博一白之后 还没用过治愈异能 便想在江瑞泽身上试一下 正想着 手机突然显示妈妈来电 心想 这时候 李云怎么会打来电话 之前被绑架时候 李云的话 和当时的情景 立刻浮现在脑海里 公九从容的接通电话 原来因为公九 和齐磊之间的瓜葛 直接影响到 华氏娱乐股票暴跌 李云为了自己的声誉 在电话里不停地数落 公九 则把手机拿得远远的 心想 废话一大堆 原来是为了齐磊的事 这边李云 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然后警告公九 马上发声明 向齐磊道歉承认 一切都是造谣污蔑 否则不会认他这个女儿 公九仍然面不改色地 对李云说 他的女儿 在他眼睁睁看着被绑架 却见死不救的时候就死了 然后说 想让自己放过齐磊的话 除非他亲自跪下来求饶 或许会考虑考虑 说完不等李云 直接挂断了电话关机了 这边李云听着电话 被挂断 早已气得咬牙切齿 心想这个该死的讨债鬼 画室千金华元 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一切 便问那个小贱人答应了没有 李云无奈地转身说 公九关机了 华元生气地质问李云 这就是他口中说的 会乖乖听话 此时李云讨好的跟华元说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一定让公九以后 都乖乖听话家的话 这时 华元说出 李云背着父亲和齐磊偷情的事 来威胁李云 李云被吓得愣在那里 然后跪到华元面前解释自己 只是一时糊涂 如果被发现 会死得很惨 华元继续不依不饶地对李云说 应该很清楚如何毁掉公九 然后 放话这是 给李云的最后一次机会 李云跪在地上表示 一定会尽全力 然后疑惑地问华元 和公九到底有什么仇怨 华元拍拍李云的脸蛋说 只怪公九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并说他的人 他的东西 公九不配沾染 此时华元起身准备离开 提醒李云 不想被女儿连累的话 就聪明点 赶紧大意灭亲 李云跪在地上 一脸不甘心 想着公九这个桑门心 早知道今天当初 就不该接下他这个烫手山芋 另一边医院里 姜瑞泽头疼地坐在病床上 这时 薄一白和公九走进来打招呼 姜瑞泽看到他们都来了 想到影响了自己的 英明神武形象 一脸不情愿地说小毛病而已 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公九解释说 今天下戏 早反正没事 还没等公九说完 薄一白便接过话说 来看姜瑞泽丢人 姜瑞泽听薄一白嘲笑自己 一边冲他嚷嚷着 可真是好兄弟 一边抓起枕头朝他扔过去 却被薄一白躲了过去 这时桑田端着家餐进来 轻轻放到桌子上 表示问过医生了 这是最适合卫兵患者吃的东西 姜瑞泽看到 居然又是流食 便问牛排和鸡胸肉呢 桑田则调侃他 是不是忘了自己 有胃溃疡 便要他紧遵医嘱 不能再折腾可怜的胃了 这时 姜瑞泽反驳桑田 增鸡 不容易 再吃流食 自己辛苦 练出来的肌肉都掉没了 正说着 只见姜瑞泽下床 表示自己恢复得挺好的 不要出院 桑田一把拦住 叫他别动 突然姜瑞 则手捂着肚子 几乎痛到扭曲 桑田见状 埋怨他不听劝 便准备去叫护士 这时 公九拉住桑田 叫他等一下 然后手搭上姜瑞泽的肩膀 说要教他一个止疼的偏方 姜瑞泽此时一脸怀疑 公九接着说 这是一个老中医 教他的呼吸法 有没有用试试就知道了 姜瑞泽和桑田 此时一脸不明觉厉 于是便要姜瑞泽 和他一起深吸慢呼 想象气息在体内流动 过了一会儿 公九问姜瑞泽 感觉好点没有 姜瑞泽惊奇的发现 真的不疼了 桑田也被这神奇的疗效震惊到 公九也感觉 能量比刚到这个时代 要增强不少 薄一白看着公九 心想 怎么会有剑销这么快的偏方 而且呼吸法这名头 听起来也太糊弄人了 这时他忽然想到 上次车祸昏迷前 明明觉得自己受伤很严重 被他救后再醒来 就只剩下一道浅浅的皮肉伤 于是开始觉得 公九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这时姜瑞则起身 对公九的偏方赞不绝口 表示自己现在 就能去健身房 卧推几百下 然后想对桑田 再次发起挑战 律志肯定一血浅耻 桑田则无情地说病好了 赶紧回剧组干活 几周后的户外片场 薄一白和公九正在对戏 几个粉丝拿相机 看着自己刚刚拍到的 薄神和公九的照片 被两人的气场震撼到 这时陈道过来 讲了一下这场戏事 K和林默的最终对决 非常关键 便问公九准备好了没 公九信心满满的 要陈道放心 表示这场杀青戏 一定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于是转头对薄一白说 薄老师请多指教 薄一白则回应 荣幸之志 此时两人握手 雄徒 第154场第一镜正式开拍 此时两个人面对面 站在一起进入角色 K告诉林默 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走到了最后 这是最后一场游戏 只要赌赢了 林默就是最后的赢家 林默问K赌什么 只见K长呼一口香烟 抬眼看着林默 原来他在赌林默 最终会亲手杀了自己 这时K靠到旁边的栏杆上 问林默会怎么选 然后忧郁地看着林默 说这一次 他的命由林默主宰 这时林默访问K 如果自己的赌局是要杀了他 那他的赌局又是什么 只见K迟一片刻 然后凑到林默的耳边 小声地告诉他自己的赌局 说完K突然后仰 竟然向后倒下去 林默看着 K大声地喊着不要 与此同时 导演这边喊了卡 然后只听导演说着 这场对决拍得太带劲了 于是叫人快把公酒拉上来 江瑞泽和桑田 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直呼公酒是极限运动之神 这边的工作人员还在奋力 把公酒拉上来 此时公酒被拉到栏杆外边 轻松地冲着薄一白 比了个剪刀手 然后薄一白看着他的样子 心想他还挺享受的 楼下围观的粉丝震惊地表示 这可是三十层的大楼 公酒后被朝下摔 也太拼了 真是实力圈奋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吊着公酒的威亚 突然从中间断开 薄一白和公酒 此时绝望地瞪大眼睛 只见公酒毫无防备地迅速向下掉落 而此时薄一白竟然纵身一跳 翻过栏杆 跟着往下掉落的薄一白 伸手想抓住公酒的手 江瑞泽和桑田 被吓得同时大叫着两人的名字 这边的导演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 不停地叫喊着工作人员快去救人 江瑞泽转身对桑田说 自己去露台帮忙 只见薄一白和公酒两人 悬挂在楼体外侧 工作人员连忙准备气垫 不断地调整气垫角度 并往里面再充点气 楼下的粉丝不敢相信 博神居然不顾自己安危 跳下去救人 这时薄一白颤抖的手 拼尽全力抓着支架 另一只手 死死地拉着公酒的手 不让他掉落 只见薄一白咬着牙 告诉公酒一定要抓紧 就在这时 楼体上侧的铁架 已经开始松动了 薄一白眼看铁架 已经撑不住他们两人的重量 这时 公酒看到右边两米有个阳台 便要薄一白 把他甩过去 薄一白质疑地问公酒 这个距离确定可以吗 公酒坚定地说 没问题 于是薄一白奋力一甩 公酒便侧身 向右边的阳台跳下去 此时公酒平稳落地 紧急时刻 公酒让薄一白 也快点跳过来 准备接住他 薄一白笑了一下 是一对公酒的信任 只见他松开手的瞬间 铁架也突然崩开 掉落下去 此时 薄一白努力朝公酒那边跳过去 楼下的粉丝 被吓得尖叫着 不敢看 这时候 公酒终于抓住了薄一白的手 公酒感受到他的脉搏 喷喷地跳着 然后对薄一白调侃道 薄老师脉搏很稳 心脏很强吗 随后公酒用力一拉 薄一白 也终于平安地跳了上来 薄一白注视着公酒的眼睛说 是公老师给了他勇气 此时 薄一白从上边跳下来 正好和公酒撞了个满怀 薄一白看公酒马上要摔倒 便伸手扶住公酒的腰 公酒此时 被薄一白揽入怀里 薄一白关心地问公酒有没有事 公酒凝视着薄一白的眼睛说 没事 两人松开后 公酒接着对薄一白说 倒是他突然跳下来 差点出事 表示救命之恩 也不是这么报的 薄一白调侃地说 没有报恩成功 倒是草率了 两人这时冒出头 向楼下的粉丝打招呼 下边的粉丝 已经被吓哭了 直呼 不敢想 刚刚薄神跳下去的画面 这时陈导一行人 也赶到楼上 把门打开 陈导着急地跑过来 问人都没事吧 公酒安慰着大家说 没事 让大家担心了 桑田则被吓哭说 没事就好 这时大家都没发现 身后的一个男人 正在拿手机录屏 这时 公酒心想 今天的事 换成别人 就不见得没事了 于是 今天的事 要陈导给他一个交代 陈导已经被吓梦了 只听旁边有人说 薄一白突然断开 不管是道具组失职 还是蓄意人位 其他人掉下去 非死极惨 这时 薄一白对大家说 交代之前先报警吧 这时 道具负责人 马上用性命保证 事前仔细检查 确认过薄一白没问题 接着就听到傅导说 既然人都没事 不建议报警 理由是 这系马上就杀青 事情闹大 影响不好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公酒才不听这风凉话 表示从三十楼掉下去没死 是保老师舍己为人 和自己命大 公酒认为 保老师要求报警很合理 然后对那些拦着 不让报警的人产生质疑 怀疑他们心里有鬼 这时 傅导对陈导解释说 剧组这么多人的心血 如果报警后 这部戏将没法上映 薄一白继续站出来 说剧组的一切损失 他来负责 于是不要立刻报警 陈导惭愧地说出了这样的事 自己作为导演 有很大责任 不用谁负责 本来就该报警 这时 薄一白拿起公酒的手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警方到了 会配合取证 后边的男人 此时还在用手机持续地录制中 与此同时 两段匿名上传的视频 先后引发网络热议 舆论持续发酵中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细思极恐 楼下的粉丝 用手机疯狂打着字 讲述着自己亲眼目睹的全程 表示 太震撼了 网友甚至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博神和公酒 还在谈笑风声 还有粉丝看着两人跳下的情景 直呼 别拦着 已经磕声磕死了 公酒和薄一白 两人前后来到地下车库 这时 薄一白看到公酒的裤子上 有红色的斑点 薄一白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将外套脱下来 一边帮公酒围到腰间 一边告诉公酒 先去车旁边等他 公酒疑惑地 看着薄一白离开 然后掀开薄一白的外套 才看到自己身后的红色斑点 用手蹭了一些 发现是油漆 心想 应该是坠楼时不小心蹭到的 于是便乖乖听话 走到车旁 心里还在意 薄一白是去干什么了 另一边薄一白来到超市帮 竟然在挑选着 就像我个人的三白是不小心 智慧